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在下族 採用新鮮的酥笋 馬告 小米 豬肉等原香食材 烹調製成一道道美味的原住民美食被端上桌 現場民眾爭先恐厚地搶了試吃 這是桃園縣政府為即將舉辦的料理比賽做軟生 為了提升桃園縣境內原住民的職場就業率 桃園縣政府原住民行政局開設了家事服務 電腦軟體應用 重機械操作等總共15種不同的職業培訓班 結業後協助取得證照並且配合業界做就業媒合 桃園縣原民局也即將舉辦成果展和美食料理比賽 透過比賽改善我們自己的料理技術 然後再利用這個機會我們辦理我們的就業的媒合 就業媒合裡面我們有找到10家 大概將近1000個名額 讓我們自己桃園縣的縣民事業的部分 能夠來這裡來做一個媒合的工作 11月26日舉辦的成果展 當天會展出培訓班學院製作的糕點和美食佳肴外 同時會舉辦原住民創意美食料理競賽 分為社會組和校園組 采團體競賽 除了讓參與中西市餐點料理班的學院能夠考取以及證照 又能展現學習成果 原住民創意美食料理競賽 競賽總獎金6萬元 喜歡烹調的族人可以大現身手 3 2 1 記者DANIVO 藍阿魯 桃園縣採訪報導